今天我們介紹一下用Arduino跟太陽能板 還有透過雷射光來做一個光炸的計時器 斜坡分成起點跟終點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如果說太陽能板手被遮掉的話 這個數值上是會有變化的 我們來看一下 Arduino的部分現在是214 假設有東西經過它就會降下來變成70幾 這個值必須要設定一下 可能就是說當它低於200的時候 我讓時間開始計時 那Scratch裡頭有一個計時器可以用 當然這個是一個實驗 所以這個啟動的一個門檻值需要做一個微調 那第二道的部分就是說讓時間終止 我們是用到A1的部分 那它的值從150幾 那會當到340這樣的一個值 那程式的設定就是說 讓第一道如果通過的時候 啟動的時候就開始計時 第二道把時間記錄起來 好現在我讓時間歸零來做一個實驗 好我們拿一顆藍色的球 從這邊放下去 滾下去囉 好我來看一下計時器上面顯示的值是多少 好這邊沒有看到 我們來再做一次 好看到時間是0.5秒 假設在課堂上 這個要用學生用碼錶去按 其實是非常不準確的 那利用這樣的一個設計 可以讓試驗的一個 準確力能給它提高 好以上